老婆回娘家也快十个月了 回家里的一切不闻不弯 我也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她报名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我也想说 借此节目 大家帮帮我 帮我把她的心血打开 也让她跟我一起回家 这是一位先生的求助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这些家人呢 来 掌声邀请他们 掌声邀请 男嘉宾李先生 38岁来自福建 女嘉宾李女士 40岁来自贵阳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说你是要来我们这节目的是吧 对 是我抱的名 结婚多少年 快五年了 这个李先生应该是再婚是吧 对 我是再婚 您呢 除婚 离家已经十个月了是吧 对 那带着宝宝走的 没有 我自己走的 想不想宝宝呢 肯定想了 肯定想 但是十个月不回家 为什么呢 问他吧 他就想让我明白 他为什么不回家 但是呢 我想不出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说我也想通过这个节目 让老师开导开导我吧 这个宝宝多大了 五岁了 男宝女宝啊 你宝宝 想不想妈妈呀 挺想的 平常给妈妈打电话吗 都大 只有每天晚上都大 那你十个月不见他 应该老想的了 刚开始是很想的 现在都不想了 上面也就疲了 好像从你们结婚开始 我看你们五年婚姻的这个过往里头 从结婚开始就不老顺利的 是吧 在你的心里 有疙瘩对不对 你能告诉我们最大的疙瘩是什么吗 最大的就是我感觉 他是太在乎钱了 不把我当一回事嘛 当时没见到 给我买一束花 结婚的时候 我们拜酒的时候 他没买没买就算了嘛 然后就是说 我们去买那个花插头上嘛 才十五块 买完了以后 他又在数落我 他说你买东西 怎么这样买呀 我说这十五块钱嘛 你那么计较吗 是吧 这不是计较钱的问题 因为我也是说 一个生活的常识 买东西 你肯定要先问价格 对吧 那是我们结婚呢 是吧 好 你有必要吗 一件小事 对 小事啊 你看我们结婚 拍个婚纱照是吧 他跟我讨价划讲 我要拍三千的 他说 你拍三千干嘛嘛 你拍个一千多点就行了 没必要 他在乎钱了 也就是说 从嫁给他开始 就觉得这个男人 很在乎钱 是吧 对 然后呢就是 我们有了宝宝嘛 刚开始他是很高兴的 你买点水果给你吃 到后面他就不管了 你是指孕妻是吧 对 他从来不问说 哎呀老婆 你想吃什么呀 是吧 不问 就不关心你 对 一点都不关心 然后我为这个事情 我还给他闹 然后他还吼我 后来就是 因为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 不是要准备那些 小孩用的那些用品吗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 你要不忙的话 等我下了班呢 我们俩去买吧 准备一下嘛 那时候还差两个月吧 然后他说 哎呀你们女人 怎么那么着急呀 是吧 然后他就就骂我 我就很生气 我不跟他讲了 后面他自己去买 买了一个大的男瓶回来 他说 嗯 我们要一个大的就行了 反正小孩都可以长大的 比我买那些小的 我说感觉这个事情 不然你就那么在乎钱嘛 是吧 那给孩子准备东西了吗 没有啊 后面生的时候 尿片没有 奶粉没有 就一个奶瓶 哦 就因为他没准备 是吧 对 你是再婚对吧 在上一段婚姻里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啊 男孩 跟谁啊 都是我爸爸妈妈在照顾 哦 跟了爷爷奶奶 是这意思吧 对对 等于说这个妻子生娃的时候 你也没怎么管 后面就是说 他要考驾照嘛 我在痛的时候 他说 哎呀你要生的 我要考驾照怎么搞啊 我说你要最起码 要等我生出来吧 然后后面生出来了 他照顾了一个晚上嘛 第二天他就回来了 你是顺产啊 还是婆公产 顺产 他回去了 我没人照顾我了嘛 我就把我弟弟叫过来 我弟弟就不会照顾小孩 我又起不来床 你知道吗 我下床都很困难的 这个好奇怪 为什么你不照顾他 他要去那个 我要考驾照 我觉得你 你这些事情 考驾照比我还要重要是吧 对 为什么非要那个时候去考啊 因为他是提前一个月 就预约好的 后面回到家是吧 吹乳的话就 就出不来了 就很痛 很痛的话 就会脏脏的话 人就会发烧是吧 我跟他说 我说不然请吹乳是吧 然后他说 没事的我帮你弄 弄到晚上十一点了 烧得我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打电话给我姐 我姐说 你怎么那么大意呀 她说我给你叫吹乳是来 那时候晚上都十一点了 人家吹乳是都不愿意出门了是吧 后面没办法叫我姐夫去煎 人家来弄 弄完了以后就一点了 然后就花了九百多是吧 然后他老拿这个事说是 我都弄成那样了 你还那么在乎钱吗 钱就那么重要吗 就是说在这五年期间 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你会反复地想起对吧 对对 孩子出生之后呢 孩子出生之后 有半年 都是我一个人在带吗 他呢 他就是也不怎么带 他上班呢 不是 咱们把这个不怎么带 咱们说清楚啊 是晚上从来不管 没有给孩子换过尿不湿 就坐月子的时候有 还是说怎么个情况 咱们把他说清楚 坐月子的时候有 像我白天上班 晚上我也要帮忙起来 泡奶粉之类的 没有 有吗 我说有 我有时候叫你 然后叫他 然后他很生气 他说你去弄 我这么累了 我上班 我这么累了 你自己去弄 就有一次半次肯定 太累了 我也会不想 你知道吗 我们的小孩 每天晚上都哭 哭到四个月 而且哭的那眼神很恐怖 不是为什么哭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啊 反正每天从十二点晚上 就开始哭 是不是饿了呀 你不给他 他不吃 他就一个劲地在那里哭嘛 然后每天晚上 哭的那个声音多恐怖啊 他不管 因为我也第一次带小孩 我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带 以前都是爷爷奶奶带 是吧 我第一个小孩子 我带都没带过 明白了 是吧 后来呢 后面就不哭了 就好带一点 后来呢 我带一点 我说我把我小孩带回 我娘叫我妈 帮妈送嘛 就好了 你一直在注意 就好了 你那嫩 咱爸 我自己cht 可能 餅 wh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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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问问啊 他走这十个月你都没主动去接过他呀 我去接了两次 他说你不要跟我讲 你事情没想清楚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第二回呢 第二回我以为是说 家里可能是需要个长辈去 比较有那个 我就带了个长辈一起去 然后去了他也说 你没跟我商量好 你不要跟我说 他是这样的 每次把票买好了 他跟我打电话说 我明天过去接你 行 听明白了 是吧 我再问一句啊 您到底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他呀 我就感觉他不把我当回事呢 而且我离家都可以 我如果没把他当回事 我也不会来这里了 说实话 你要是会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来这里了 是吧 好好好 所以今天就是老师们说 你们合你就合了是吧 老师们说你们散 你也就散了 是这意思吗 我们一会儿请老师给你们梳理一下 五年的婚姻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李先生 你好 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老婆是拿来干什么用的 老婆是拿来宠的 拿来疼的 真的吗 你宠吗 你有宠吗 只是说我的方式 可能做得不够好 但是我心里我还是疼她的 你爱她吗 爱她 那你为她做过最大的付出什么 太大的付出我也不知道指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对她做的任何事情 我都觉得是应该的 其实我听下来 为什么就是你们那些小事 就后来就过不去了 当然有沟通方面的原因 但重要的在于 我一直认为男生 你没有搞明白 爱是一件需要做出很多付出和努力的事情 你活在个人的世界 自我世界太久了 包括你第一个孩子 你说我从来没有管过 你说的那么理直气壮 你不脸红吗 大儿子你也没戴过 所以你觉得你这个闺女 你不戴也正常 是吗 因为你结过一次婚 所以你觉得我跟你再结一次婚 还要拍什么结婚照呀 还要戴什么头花呀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对于你是经历过的事情 对于她是第一次 那你现在给我点头 你当时想过这个事吗 你当时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她有多重要吗 结婚对她有多重要吗 生孩子她是第一次啊 你有想过吗 对她有多重要吗 你想到的是自己 你有站到她的角度去想一下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 你想过吗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你也不告诉我是吧 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们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 她痛了 她生病了 她怀着还在哭 她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看不见吗 你说你爱 爱在什么地方 她其实要的东西不多 她心里面一再跟你提的是 因为她烦吗 只是因为她心里面 有这个结而已 你去买束花给她 她就会忘了十五块钱 那些事情 你带她去吃一顿好的 她可能就忘了 结婚时候不愉快 你带她去调理一下身体 她可能就忘了 坐月子的时候的痛苦 做一点她想要的 和她还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个才是做丈夫的责任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老师 来 左岩老师 我整期的故事听下来 就是有一个字 特别的刺耳朵 叫做钱 刚才李姐说 你太在乎钱了 我觉得不是 你不是太在乎钱了 你是太不在乎他了 对 我手也在乎 你不是太强烈了 是不是 我拿去 我没见过 你 都没见过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所说的那些对于你的抠门 对于你的不好等等等等 尤其是一点他打你 使我不太可能相信 他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 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 先把你哄回去 但是我只是担心啊 你这十个月一回去了之后 你别以为你这样的一次不辞而别 会换回你在家庭生活当中很高的地位 因为这个男人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 我并没有感觉到他真正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是至少 今天不是你们重修旧好的 或者重归于好的最佳事情 但我只是有一点特别看不起你 你走了十个月 这十个月与孩子分开了十个月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怎么舍得 如果说夫妻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问题 是双方共同促就而造成的 但唯独这一点 我认为他倒是做得很对 他每天晚上让孩子跟你视频 怕孩子忘记了妈妈 而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怕我老是跟他这样子视频的话 孩子是没有错的 不可能因为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不好 导致孩子失去妈妈十个月 而且他才五岁 是这样 没错 就是我怕我跟他联系多了 但我受不了 我又跑回 所以你自欺欺人呢 如果真正的想拾起自己的自尊 第一 履行好你作为母亲的责任 第二 你要解决的是 你与他之间的平等的问题 如果始终无法达到 在夫妻生活当中 或者家庭生活当中 你跟他人格的平等 这个男人不要也罢 但是母亲的责任你要做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五年啊 什么都来得及 好好过也来得及 分开也来得及 所以在我看来 你是回家跟他继续过 还是不回家跟他继续过 还是彻底地就不跟他过了 你们夫妻俩去想 这才是你们该做的事 而不是说我也不看孩子 我什么都不要 我一志气我摔了我就跑了 这就跟你当初稀里糊涂的架势 一个意思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老婆 这五年里我对你确实做得不够好 但是听过老师们的评委 我发现了确实我大男子主义 确实有点厉害 我要保证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尽力地改 尽力地改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每次我生气了你就改啊 我不生气了你还不是一样的 是吧 我要的就是一个态度嘛 会的 我会给你 不是要你给我多少多少是吧 给你结婚 也不是说因为你有多少 还要给你是吧 我跟你在一起 你什么都没有是吧 你看我们拍个婚战争的钱 你都拿不出来 会的 我会好好地照顾你 过往我们以后的日子 请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我记得老师说 你们要好好沟通啊 他说我们沟通了 现在我们终于看见 什么叫沟通了 说过多少回了 你怎么还说呀 你说话什么时候算过话呀 你在这儿跟我们说 这个男人很抠门 我要照三千块钱的结婚照 他给我照一千多的 是你的原话吧 对 刚才我分明听到说 我什么都不图你的 当时你连照结婚照的钱 你都拿不出来 我还嫁给你了 所以人在情绪当中 有一些嘴嘴来的 是最伤害人的 不要忘记了 原本是什么 我们不追求真相 我们只是还原 最真实的一些东西 就是情绪打哪来 这就充分告诉我们 因为太多的 不好的情绪充斥着你 所以我很多事情的真相 已经被你篡改了 每个人都会这样 对自己有利的历史 全部记住了 对自己不利的 就选择遗忘 没关系 好吗 你是不是说 他们说你要送花是吧 我想送一束花给他 你送送送送送 谢谢 来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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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留着 他开门 你买的 对 别得意啊 如果这次回去了 还那么对你 别再给他机会了 谢谢你 请飞 飞吧 来 请关门 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别人的人生 要对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 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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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